所以這部分的話還要怎麼樣呢? 這個地方還要再除以一萬,因為他是以萬有為單位 所以把這個地方,在插入環數裡面再點一下 把這個地方要怎麼樣呢? 刮扶起來,再除以 再把它除以一萬 這樣子的話呢,最後 才會是正確的結果 OK 這樣就12了 給他 點兩下 再來的話呢 扣稅後的這個現金鼓勵 這個又是什麼 扣稅後的現金 這個 現金鼓勵,乘上一一減掉稅率 所以現金鼓勵,這邊的話呢 這邊等於 所以這邊的話呢 這個等於 然後 按F3 現金鼓勵 然後在乘上 刮扶 一一減掉稅率 所以稅率再按一個F3 稅率,所以這邊的話呢,一定也會有個稅率 他已經幫我定義 這個是他之前裡面已經定義好,你不用不需要再定義 按刮扶 稅率指的就是這一欄的資料 他已經定義好,按打勾 OK 然後就是這個 然後排名的話用RANK 就是以這個來做排名 那這個我想RANK RANK函數呢 前面我們用的蠻多的 在全部裡面找一下 RA NNK底下就出來了 RANK函數 按確立 那他的 多少 然後在他的 reference 這個 就是什麼呢 扣稅後的現金鼓勵 你不需要全選 因為他應該已經定義了 NF3 這個什麼 扣稅後的 現金鼓勵 在這裡 這個 這一欄就是了,按確立 然後再來 Order的話是什麼 第 應該是第 減吧 所以第減的話是什麼呢 0或省略是第減 所以0就好了 或者省略都可以 按一個確立 然後特別注意 前面我們在那個REF 這個就是參考reference的範圍的時候 要鎖定 對不對 可是如果你定義名稱的話有個好處 不需要鎖定 因為他那個範圍都固定了 所以你沒有鎖定的問題發生 那這個也是一個避免做錯的好方法 第1名稱案確定 好了之後的話呢 把它點兩下 這個時候呢 就可以算出哪一個人 是大副 就可以知道了 馬上可以第1名就這一個 哇 這麼好 OK 其他的話大家看一下 然後後面還有什麼 然後 這個我想自己再調一下 這個應該比較簡單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這個部分主要 重點就是 那各位 就是把那個 定義名稱發揮到極限 所以 以後你們盡量 你們的 這個資料裡面 也盡量去把它定義一下 多多善用 那當然也不要 這個用到 走火入魔 什麼 什麼東西 根本不需要定義的 你也要把它定義一下 那這樣實在是 可能 真的只有你看得懂 那個你的 你的視算表 其他人可能都不知道 你定義了什麼東西 看都看不懂 嗯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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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